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反弹会揭露 多年来我国因为高级公务员和承包商勾结 垄断政府项目并从中谋取个人利益 这已经导致政府蒙受巨大的金钱损失 反弹会特别行动部主任陈江史告诉每日新闻说 根据他们以往处理过的案件显示 这一些政府项目的价值越高 涉案的公务员所获得的利润就越大 而且这样的贪腐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这位反弹会官员因此就高度赞扬首相安华最近做的决定 那就是所有政府工程都必须要公开招标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官员收取贿赂的机会 因为如果你是直接颁布工程的话 那会出现利益勾结的贪腐行为 而就在宣布禁止直接颁布工程之后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也在今天冻结了一项 前朝政府高达70亿令吉的防洪计划 首相安华今天首次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召开记者会时爆料 前朝政府所批准的一项耗资70亿令吉的防洪计划 竞标过程不透明 所以他已经下令停止该计划 并且要求相关单位重新审查这项计划 这笔钱涉及了前朝政府一笔150亿令吉的拨款 而他们的批准程序也不符合规定 安华还补充 国梦一直声称自己很连结 但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是70亿令吉的防洪计划 还是行动管制令期间的拨款都违反了条例 对于安华冻结70亿令吉的防洪计划 前环境部长端尼布拉辛很快就发文告解释了 他说当初他们没有按照程序竞标 是为了要加速推行防洪措施 他补充说有些工程项目是必须要立刻开展的 尤其是涉及水灾 水坝决堤 土崩等等的紧急事故 直接谈判可以加快执行的时间 以及减少更大的灾难和更多的损失 端尼布拉辛也批评安华 不应该把所有直接谈判的项目都当作是违规的 或者让人有利可图的计划 而当初环境部所落实的计划 其实都是按照财政部所制定的程序来进行的 这不是一项错误的行为